藍地的鎖定技巧 這技巧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懂這個我剛剛講過 你真的是就要圖法列慢慢來 那做法上非常簡單 不過這裡會牽涉到就是說 我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就是說 1乘 從上面1乘1 等於1 1乘2等於2 1乘3等於3 那這樣的公式的話 特別注意這邊會牽涉到就是有關那個 我們的字串怎麼樣去做連 就是串接 然後呢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藍列的鎖定問題 所以第一個的話先等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等於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 然後呢 乘的話是怎樣的 是 要and的符號 因為我要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串接一個什麼 X 所以呢特別是and 一個儲存格跟字串之間沒辦法直接銜接 必須透過一個and的符號 這個有點像火車跟這個火車跟火車之間的一個串接的 的一個一個串接器 然後後面and的什麼呢 and後面這一個 A2 串接 然後等於的話等於又是一個字串 字串的話呢必須再加一個and 然後呢再加一個等號 因為我要讓他顯示一個等號 那後面再加一個and 因為我要串接的是一個結果 等於什麼呢等於什麼結果 結果就是說呢 他乘上他的結果 那他 乘上 乘的話直接乘啦 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要是一個結果 不需要再一個 串接符號 他乘他 就把結果修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你現在打勾 這個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我可以把 再來把這個 置中一下 置中一下 然後呢 但是你向下 向右一定不會 不會正確 因為值 那你要怎麼鎖定 特別注意 這個觀念也是一樣 其實如果說 你可以把它當公式背下來 壹列 A欄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一下 哪邊這個地方呢 壹列 A欄 對不對 所以你就怎麼樣呢 非常的簡單 只要看到 壹列的地方 鎖起來 看到 A欄的地方 鎖起來 那前面的部分是顯示 後面的是結果 所以這地方你只要不要鎖錯的話 基本上呢 很快 九九層發表 一下就全部做出來了 壹列 A欄 OK按打勾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你向下填滿 他就乖乖踢你的 向右填滿 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欄列的鎖定 這個 會的話 就好讓你工作 更加順暢 尤其大型式算表